海肥王,20年前的一战,莫莉亚失去所有伙伴,其实凯多比她更惨。 海肥王中有许多的强者都被我们低估了,有些是因为出场过早,有些是王者变青铜,莫莉亚整桥属于第二种,作为元七五海莫莉亚在我们的印象里并没有表现出太强的实力。 顶上战争屡战屡败,最后还被世界政府的高层强制除名,也因此莫莉亚成为了曼迷们口中的垃圾,不过就是这样的垃圾年轻时却能与四皇凯多分庭抗力。 从这一点来看莫莫莉亚在20年前还是很强的,不过与凯多的一战也是失去了所有的伙伴,当然,凯多也没好哪去,其实她比莫莉亚更惨。 莫莫莉亚盗揍龙马的尸体是在20年前发生的,那就说明他们两个人的战斗是在凯多侵占和支国之前。 而那时凯多在攻打和支国时腹部明显已经有伤了,这就说明凯多的伤其实很有可能就是莫莉亚造成的,看来那场战斗莫莉亚她还是占到了便宜。 莫莫莉亚有一招迎脚枪,能穿透奥斯如岩石一般兼命的身体,由此可见就算凯多皮肤在后变身神龙飞到天上也能打到。 而更惨的是凯多与莫莉亚大战后也同样失去了所有能力者精兵,到最后只剩三个小弟,三灾。 这也是为什么凯多需要要丢下面子与黑炭大蛇合作攻打和支国,当时的她和莫莉亚大战后已经没有多余的兵力了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